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第五节向左忙的时间 刚才讲讲讲由这个媒体 讲到蔡盐村讲到这个倒增浪潮 可能有一些网民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111 即是11月1号 其实都会有一帮 我想最主要 最近就有一帮网民 搞了一个组群在Facebook 就是这个倒增浪潮 所以其实 那他们会不会向公众呼吁 你认为只是在网上呼吁 如果从我现在收到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透过网上呼吁 那些人在11月1号上街 但你会发现到 就是说特别有几个媒体 就很突出这个倒增 这个关键词 所以其实都会想到就是 会不会其实在现在开始 这个曾荫权 后时期这个管制里面 会不会开始第一个序幕 的第一幕就是这个 其实有一些疑似的媒体 配后有人这个主使 然后透过这个媒体 作为一个公器私勇 开始推广的方式 你看回阿曾 我一早已经说了 那时我在Hong Kong Reporter那边 做了Radio的时候 阿曾 阿蕭就问我 阿蕭就问我 他说阿曾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做了些事情 是完全是不扔不掉 你凶一下他又缩 他完全好像没有管治治 我就跟阿蕭说 他误解了阿曾怎么执政 阿曾是看上面执政 上面叫他做的事情 将香港变成金融平台 将香港遷就大陆的发展 做到足 大陆也有钱 现在根本没有掩鸡笼 香港已经变成一个国际 尤其是是亚洲的金融赌场 也都透过发行国债 和令到国内的IPO上来吸水 现在还拉着台湾下水 做到足 那问题是什么呢 在中央那一级 对曾蔭权的表现 不会太过不满意 但是所谓中共中央 不是铁白一块 就是说 在中央里面 不会有人公开说 不如杀了曾蔭权他 因为你要明白 曾蔭权之所谓的当权 是廖辉力战他 就是说他比阿董 他是公务员 可以管得住香港 可以搞定泛民主派 廖辉 就是超级 无敌不退休的人 他已经要退了 曾蔭权就没有退 廖辉 这个人始终要过去 虽然廖辉在香港的有钱人 都有一段的人脈 但是他保不保得住曾蔭权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看中共政府 自己一斗 习近平是主观香港事务的 上了任之后 这个主观只是做奥运和香港 香港是没有发言权的 香港只是说过几次 你又说法庭和司法 要和行政合作 就是劣平如潮 所以你看到 其实中共也很残酷 习近平是无兵司令 他又不能跳过廖辉去搞 所以习近平也都要 习近平到底在背后做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习近平去到德国 就终于揭造迷底 就是因为 他走去送一本 江泽民自己都说 不好意思出版的书 给麦克尔总理 最吊诡的是 麦克尔上台的时候 江泽民差不多已逃了街 没有私交的 那为什么会托他给他那本书呢 那这个国事访问来的 尽管是送的 都可以在镜头面前送的 那他这样送的时候 即是他倒向江那边 即是回到江那边 好了 这个 反正的问题就是 国内的太子党可能都有分裂 就是有些太子党是靠江的 有些太子党就不是那么靠江的 这个 你看到是很恐怖的 现在在国内斗得 这个 薄熙来 走去重庆搞 拉黑社会 就要搞汪洋 汪洋 是曾经在那里做过市委书记 就是汪洋的手段 全部都是黑社会 是不是斗得多厉害呢 而薄熙来 这样做就要割断汪洋的根 那你汪洋是什么人呢 他的后台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其实他们自己在斗 在上面这么大的氛围在那里斗 太子党里面 由于以前要顶住团派的暂时团结 就被阿习出来 现在因为越来越近 又看到阿习没什么料到 太子党里面 真正是太子那帮人 即是薄熙来那帮人 又觉得我不行吗 我穿西装好看过你 是不是 为什么要你呢 这样就开始离 所以上面都乱了 那下面为什么会不乱呢 作为阿曾来说 老实说也很无辜 因为他只是跟着共产党说 他人就是这样 但是也没用 因为你的主人 是谁呢 你都不知道 派人这么多 那怎么靠一个廖废 廖废在这个整个大纷围里面 在香港的人物 有没有因为大陆的权斗 而受到损害 他又是一个过去式的人 即是快要走的人 所以没有什么人给你面子 你廖废怎么留呢 你怎么留都不再留下去了 所以其实现在香港的乱局是非常厉害 这个也认了就是说 这个保守派经常说 这个法民主派想反中乱讲 其实他们由于小圆子选举的内耗 每隔五年在这个特首 他们就快要开跑的时候 他们都是内耗的 上次就有内耗 上次的内耗结果就是 曾荣平出来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因为好看电影 好看电影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像我们这样去祷争 跟他们是不同的 他们是有节制 是在这个祷争的过程里面 是为了另一个派系服务的 即逢是烧到另一个派系的东西 他就不会说了 是吧 我们的祷争就是要加速 这个小圆子选举的灭亡 两种动力 两种目标 所以其实如果你看回整个局面来说 我想不单止是关于 就是说媒体本身背后 究竟他有些什么立场 或者甚至会浪费一个候选人 甚至长妹同时做了一个 很详细很详细的分析 就是讲到 其实都是跟中共内部的一些 高层权力的斗争有关 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打狗汉主人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 站在这个曾任权的一个落策 曾任权不行就是习近平不行 所以习近平本身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因为曾做了之后才习近平来管 其实要管 如果真的要追本索源 就是曾庆红听了廖辉的说法 曾庆红接手主管香港事务的时候 就是2003年 2003年他临危授命的时候 就开始对董不敬 曾本身也和江有同有不同 在这个合流底下 就把董踢走了 踢走董就是打杠 或者董之所以走就是江被倒的结果 是不是 今天如果要追本索源来说 他的第一个保家就是曾庆红 第二个直接的顶头上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如果习近平管不了曾庆红 那他做什么呢 他这个储君只有两个 奥运已经过去了 过去息了 那就剩下一个香港 如果香港也搞不定的时候 就是他要早休息了 或者一习 反过来说 一定要搞乱香港 才显示我出来搞 这个因为我没有内幕消息我不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逻辑推论 所以其实香港的内耗 有钱人有有钱人的赚钱 就是继续在那儿赚 个个都向曾荫权衰索 曾荫权作为一个要侍奉 阿爺又要侍奉阿爺 阿爺的儿子的特首当然不能做 这个小严子选举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 等而下之阿曾没得做 林瑞伦那些就没得做 是吧 就是这样 所以小严子选举的代价是很大的 所以你也会看回 整个香港的政治局面的变化 其实中共内部的权力的变化 那这个真的要慢慢去分析 是吧 其实下一节我们再详细讲 好了 下一节我们再详细讲一讲 医务主题 或者待会见 我们再详细讲一讲 一节你解释 刚才你们准备 你怎么样 是在很小的 第三个是 那些人 第二点 给你看 他 哪有些人 那里 有些人 能把它 一达